歡迎收看鳳凰財經日報 路透社報導 全國政協今天召開數字經濟專題會 有多位來自民營科技企業的政協委員 參與會議 這也引發了市場憧憬 將會有來自於監管城的積極信號 加上投行摩根大通一改風向 大幅調高了大型柯王股的目標價 這些都帶動今天港股當中的 新經濟板塊集體造好 港股也跟著水轉船高 重返2萬點大關 由於目前正值重磅柯王股的業績 發布期短期內業績 會不會成為左右股價的關鍵因素 相關的話題稍後 我們的有請 我們今晚邀請到嘉賓 質疑東方證券行政總裁 令長年先來做進一步的解讀 還有分析 至於內地股市 今年午後在半導體 汽車 還有金融等板塊拉動下 明顯轉升 那麼紳士是明顯強過互視的 其中創業板指數強勁反彈 超過1.6% 但今年兩次的成交 仍然維持地量不足8000億元 現在你看報導 上海實現社會面首次清零 提振投資氣氛 呼聲股市今天全線反彈 深圳市場表現較好 創業板指數和生成值 午後強勢上揚 並已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 互指早盤探底回升 午後小福走高 市場衝勁上海全面復工復產 汽車和半導體板塊零漲大盤 國際油價創新高 石油股也受到追捧 但房地產 零售和新冠概念股走低 互指收報3093點 升幅0.65% 生成值收報11,230點 升幅1.23% 穿越板指數收漲1.62% 科創武林指數收升1.39% 糧市成交近8000億元人民幣 北向資金近买入境60億元 香港股市連升第三個交易日 上海疫情進一步改善 以及市場憧憬內地 將會放寬對互聯網企業的監管 刺激恒生指數高開243點 重上2萬點大關 之後漲幅進一步擴大到超過600點 中場收報2萬0602點 上升652點 漲幅3.27% 創近兩週最高位 主板成交1241億港元 科技股市深是火車頭 恒生科技指數大幅拉升近6% 至一個多星期以來新高 其中京東阿里巴巴 美團小米和騰訊 升幅由半成到超過7%不等 一共推高橫指310點 占大勢升幅接近一半 中爆金融股也表現強勢 港交所中國平安和友邦 都集體上升超過4% 汽車股全線走高 長征汽車和蔚來汽車飆漲超過一成 吉利汽車也攀升近9% 而亞太區其他股市普遍走高 台灣和韓國股市收漲近1% 日本股市收升0.42% 風後衛視綜合報導 再來看美元匯價今天進一步回落 有助於人民幣的匯價反彈 及其匯價上漲接近500個基點 到一周來的最高位 而港元也稍微脫離了 弱方兌換保證水平 美元匯價周三連續第三天下跌 投資者鎖定獲利 影響美匯指數跌破104點水平 拉遠與上周所創的 近20年新高的距離 非美貨幣普遍趁機反彈 其中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 進一步小漲17個基點 到6.7854貼近市場預測 據路透社測算 周二的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 較周一下低0.2%到100.58% 再創去年11月10號以來的新低 其期匯價明顯高開後大幅震盪 全天的波幅達到410個基點 中場收升近500個基點 到6.7472 是近一周最高位 離岸匯價也跟隨聲勢 與在岸交的價差收窄至100多個基點 交易員指出 美紙進一步下跌 有助客盤購匯率的減弱 加上上海疫情繼續改善 市場情緒逐漸修復 刺激人民幣反彈 国家外匯管理局公布 上月的銀行結售會 錄得順差190億美元 代客室外收付款 也錄得162億美元的順差 外港局副局長 新闻發言人王春英表示 上月中國跨境資金流動 總體形式保持穩定 貿易投資等實體經濟相關 跨境資金流入維持較高水平 他有認為 近年來中國外匯市場日增成熟 韧性增強 更有基礎也更有條件 適應外部環境的調整變化 保持跨境資金流動 總體穩定的格局 對於匯率近期大幅波動問題 他表示 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 出現一點貶值 但與全球主要貨幣相比 仍然較為穩健 從多邊匯率看 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保持基本穩定 另外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 為豐富香港高信用等級人民幣金融產品 完善香港人民幣收益率曲線 將在下周一 在香港招標發行 250億人民幣的央票 分三個月和一年期兩期 港元匯價方面 港元三個月拆息進一步上升 刷新22個月新高 與美元息差收窄 一年期拆息也再創超過三年新高 有助港元匯價微升 稍微偏離7.85的弱方兌換保證水平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中國互聯網上市企業 早前受到多方面負面因素的衝擊 市值大幅蒸發 不過大型科技股 在經歷了猛烈的拋售潮後 股價都已經開始見地其穩 外資大行也都紛紛發表 看多的報告 並且進行抄底 中國信息通信院日前發布的報告顯示 中國大型上市科王企業的市值 大幅縮水 彈訊阿里巴巴美團 驚動的市值 暗季蒸發幅度 由一成到三成多不等 而從2021年2月18日 在1萬1千點水平觸頂之後 反映30支科技股走勢的 恒生科技指數 至今已經下跌超過六成 不過隨著中國監管層 對平台經濟監管釋出暖意 不少大型科王股走勢 已經出現見底跡象 而原本暢空的外資投行 近期也紛紛由空翻多 摩根大通於週二 就集體上調了中資科王股的 評級和目標價 彈訊 阿里巴巴和美團 這三大市值科王股的評級 都由3月14日的減持轉為超配 目標價也成倍上調 摩根大通在報告中指出 數字娛樂 本地服務和電子商務等 细分領域的頭部企業 將會成為第一批跑贏大師的個股 除了摩通轉態看好 部分華爾街基金 已經在一季度抄底中資科王股 喬水基金向美國證交會 提交的持倉報告顯示 一季度增持阿里巴巴 超過321萬股 增持幅度為75% 成為第六重倉股 另外還增持了拼多多 百度 但減持京東 另外基金服務公司 誠信的數據顯示 富達國際旗下的 中國消費動力基金 在3月份大舉增持了 美團和京東 並且對第一和第二大重倉股 騰訊阿里巴巴進行小伏加倉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我們看到今天香港股市 在金融還有汽車 以及科王股領競下 大漲超過600點 重返2萬點 其中恆生科技指數 跟一口氣大漲接近6% 30支成本股全線大漲 那麼這是否意味 它的利空因素 已經全面出清 相關的話題 我們立刻請教 我們在香港的嘉賓 令常臉賢 令賢你好 你好 臉賢 我們看到 今天新經濟股 在利好氣氛帶動下強勢上漲 也讓中愛科王股的投資者 感到興奮 特別是摩根大空 他一改風向 從之前的唱衰 現在轉為唱多 彷彿是在向外界發出了 現在已經到了一個 可以大膽抄底科王股的時候 那您對於科王股的看法 是否也跟這個小茂一樣出現了轉變 對呀 因為就是今年第一季開始了 就是科王股不停地下跌 這麼當然有外在原因 也有內在的原因 另一個原因就是監管這個問題 令到投資者就是止步 還加上外國的環境不好 但是這些科王股從高位 去年高位已經跌了七成這麼多 這個市盈率好像有幾十倍 去到十幾倍 實際來講 真的已經是超賣了很厲害了 所以就是大家都差不多 同一個時間達到一個結論 就是科王股是跌得太多了 已經跌了可以七成的水平 這兩天就是很明顯的 我們看見了科王股大幅度上升 尤其是跌得最多的 這個阿里巴巴這兩天來 是領到這個港股上升的 是 所以科王股 這幾天積極地上漲 同時也帶動了這個恆生指數 已經連漲三天 我們看到今天進一步 向上突破了十天 還有二十電線 那麼如果從技術的走勢來看的話 您認為現在是不是已經擺脫了 這種下行的壓力 那麼對於恆生指數的 這個後市方面 您有什麼樣的預測 後市就是今天就是 重上了兩萬點 那是可以說是擺脫了這個下行 這個這也是最低去到19179了 比三月份的這個一百二三五是高一點 應該就是重上升軌 重上升軌我看第一個目標就是兩萬兩千點 但是應該就是不止兩萬兩千點 應該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兩萬三千點的水平 這個第二季度 這個現在剩下五月份半個月 跟著六月份 可以看得到兩萬三千點的水平 OK 那如果說港股要到兩萬三 會不會也是由科技股來帶動呢 那我們先來看看科技股 首家公佈業績的京東 京東在收盤之後公佈了 他的一季度業績 按照非公認的會計準則 他錄得淨利40億元人民幣 這個超乎了市場的預期 那麼在公佈業績之後 我們看到他的美股盤前已經 彈升近一成 那您預計明天 京東的港股還能不能夠繼續追漲 應該是可以的 又跟就是不是接ACP 之暖接ACP 就是不計算那些非現金的項目來講 就是還是有40%的盈利增長 那個銷售本來大家是看淡的 但是也有20%的增長 也是超乎市場的預期 三月份開始就是上海封城 應該就是已經消化了這一個月 四月份也是增長 那是五月份開始反彈 應該就是現在來講 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京東跟一些就是這個網扣股了 應該可以看好了 OK 所以我們看到京東 今天在公佈業績期前 已經這個突破炒上了 這個上漲超過7% 那麼相對於明天要公佈業績的騰訊 主席馬化騰昨天已經率先放風 坦承說它的收入跟利潤增速都在放緩 公司面臨挑戰跟發展並存的一個新階段 不過它的股價前期已經經過大幅度的一個調整 您認為是不是已經提前釋放了它的業績放緩的壓力 那對於騰訊的前景您又怎麼看 騰訊就是馬發騰已經講了 你又不能夠期望每一個季度有百分之三次的增長 這個就是不實際的 因為好像一些措施你這個限制 這些未成年的人還這個油氣又不能夠應銷一些什麼道具等等 都令到這個網上油氣的收入就是又受到影響 再加上過去一段時間批出來這個油氣很少 新油氣很少 所以我看騰訊這個增長會放慢 甚至是可能會倒退 現在這個平均市場的估計了 第一季度騰訊這個盈利會跌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如果能夠騰訊公布這個業績能夠跌少過百分之二十的話 已經可以說是很好 因為實際上是太多不利的因素 不過股價跌到最低跌到297塊錢的時候 已經可以已經反映了 所以現在來講應該可以衝上一些高點的位置了 OK 那我們今天談到的股份不知道林先生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非常謝謝林先生 謝謝我們港股座的分析 非常謝謝你 我們再來關注其他消息 針對內地4月份各主要經濟指標受到疫情影響明顯下滑 國家發改委回應指 隨著疫情反彈得到有力的處置 還有各項政策靠前發力 政策效應會逐步的釋放 相信正常的經濟秩序將會快速恢復 經濟的運行將很快可以回到正常的軌道 統計局日前公布4月份經濟運行數據 4月份疫情在內地持續反彈 上海等數十個城市出現不同程度的封鎖 工業增加值 消費等多項指標 都是2020年一季度以來的新低 普遍低於市場預期 發改委至下一階段 重點是在抓好已經出台的政策落實到位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措施 力爭上半年能夠大部分落地 同時也會謀劃新的增量政策工具 會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 全力擴大國內需求 精準發力擴大有效投資 推動實施一批 既立當前又立長遠的重大項目 穩住市場主體 推動企業在做好疫情防控的條件下 儘快復工達成 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 著力穩住宏觀經濟大盤 至於物價問題 發改委至4月內地CPI上漲2.1% PPI上漲8% 與歐美國家相比仍比較低 內地經濟韌性強 市場空間大 政策工具相豐富 發改委至下一步 工作重點是要保障糧食價格穩定 能源方面首先是要保障煤炭價格的穩定 鳳凰衛視或唯唯也不見 北京報導 下一集回來 帶您關注的是美國國債 遭到海外主要持在國 日本還有中國大幅度的拋售 我們待會見 再來看澳洲股市在五盤繼續上升 區內股市普遍都上漲超過了1% 主要是中國疫情受控 這令到市場對經濟前景的擔憂 有所舒緩 那麼礦業跟科技股目前 是聲勢的火車頭 而作為美股方面 三大指數漲跌互漸 作為道磅斯工業指數反復震盪 中廠維升不足0.1% 是連續第二天上漲 標普白指數則下跌0.39% 納達克指數則結束兩連升 下跌1.2% 說到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預期 以及俄烏衝突雙重因素打擊 海外投資者在三月份 大幅拋售美股 日本跟中國則大幅減持美國的國債 美國財政部週一發佈的 三月國際資本流動報告顯示 海外央行和主權財富基金等官方機構 在三月份拋售了324億美元美國國債 拋售規模是2020年3月以來最大 並比2月的拋售規模大增2.1倍 持債規模最大的日本 在3月減持了739億美元美債 持倉規模減少至12324億美元 創2020年1月以來最低 持債規模第二大的中國 更是連續第四個月減持美債 持債規模降至10396億美元 創2010年6月新低 減持規模更比2月份擴大3倍 海外投資者在3月也大幅減持美股 拋售美國公司股票總額為943億美元 創單月減持規模最高紀錄 也比2月份的拋售規模增加3.7倍 不過月內整體資本仍然錄得 1492億美元的淨流入 但流入規模比2月份有所減少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前完成了五年一次的 特別提款權定值審查 進一步提升人民幣的權重 對此中國外交部回應指 這將有助於增強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吸引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前將人民幣權重 由10.92%上調至12.28% 這也是2016年人民幣入覽後的首次定制審查 對此汪文斌回應稱 這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 取得成就的肯定 有助於提升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增強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吸引力 下一階段 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推動金融市場改革開放 進一步簡化境外投資者 進入中國市場投資的程序 豐富可投資的資產種類 完善數據披露 持續改善銀行環境 延長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時間 不斷提升投資中國市場的便利性 為境外投資者和國際投資機構 投資中國市場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另外有美國媒體報導稱 美國計劃對那些違反限制 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產品出口規定的企業 加大懲罰力度 近期主要是針對中國 俄羅斯等國 並可能對這些公司處以更高罰款 對此 汪文斌重申 中國堅決反對美國泛化國家安全 無理打壓特定國家和企業 作為原則我願意強調 中方一貫反對 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濫用國家力量 無理打壓特定國家和企業的做法 美方的做法違反市場經濟原則和國際貿易規則 損害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注定損人不利己 鳳凰卫視 周嘉鮮 王磊 北京報導 另外 中國美國商會發布最新白皮書 指中國的疫情措施 降低了外資在華經營的可預測性 商會總裁何麥克表示 這或許會導致未來3到5年 美國企業在華投資出現下降 中國美國商會發布的 第24期年度白皮書 列舉了美國企業在中國的 投資新領域和機遇 也闡述了企業界面臨的許多挑戰 這主要包括中國的疫情防控措施 降低了外資在華經營的可預測性 增加了企業成本 以及中國監管政策的不明確 影響到企業投資信心 商會在3月開展的一次快速調查也顯示 32%的受訪企業表示 疫情防控帶來的不確定性 是他們計劃減少在華投資的主要原因 我們認為如果人們不能繼續旅行 或繼續不可以旅行 中國會成為投資的地位置 我們認為 如拉斯所說 這年來的疫情防控制 和過去兩年 會認為3、4、5年 我們會看到投資的增加 近期拜登政府表示 正在考慮削減對華加征關稅 商會政策委員會主席羅斯認為 這將有助於促進 雙邊貿易也有利於美國經濟 白皮書指商會理解 中美關係正處於重塑階段 但堅決反對兩國徹底脫鉤 為此白皮書也提出政策建議 鼓勵兩國在行動的基礎上 來開展交往並就具體問題 提出實質性的解決方案 同時也鼓勵兩國在重要的 國際及雙邊領域當中 加強交流合作 鳳凰博士 尼小雯 後友韻 北京報導 針對在華外資企業商會 近期不約而同只擔心 內地的防疫政策 將會影響到企業 對中國市場的信心 巴改委則引用了 今年前4個月 實際使用外資的數據強調 中國的市場對外資 仍然有吸引力 今年3月以來 內地多地疫情持續 不少城市採取了嚴格的 封鎖防疫政策 尤其上海4月份的封鎖 至今仍未完全解除 國家發改委表示 因防疫造成人員反港受限 跨區域物流受阻 疏港運輸不畅 對重點地區重點領域的 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運行 造成了一定衝擊 發改委表示 已經採取多項措施 保障產業鏈穩定 發改委指過去一段時間 也加強了產業鏈供應鏈的 風險監測預警 以集成電路為例 實行的是日調度 加強部門區域和行業之間的 協同配合 解決企業遇到的實際問題 不過近期不少的外國在華商會 發布報告指因為防疫政策造成預期不清晰 影響企業對中國市場的信心 我國完備的產業體系 完善的基礎設施 以及超大規模市場等優勢 對外資依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發改委說給出這樣判斷的依據是 內地前四個月實際使用外資744.7億美元 同比增長26.1% 發改委強調 面對更趨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 和國內疫情衝擊影響 利用外資取得的成績來之不易 至於外企遇到的物流等實際問題 發改委和地方政府會全力協助解決 鳳凰衛視或微微夜不見 北京報導 謝謝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建福江 祝您晚安 再會